为什么838宇宙的灭霸打不过光照会 从他的死状来看 灭霸身上的铠甲残破不堪 被自己的大刀贯穿身体 甚至脸上还流着血 可谓是相当之惨 相比之下在复联3 616主宇宙的灭霸对战复仇者联盟 几乎没有受任何伤 钢铁侠用尽所有招数才勉强让灭霸破了响 也就是说838宇宙的光照会 实力要比616宇宙的复仇者强大许多 而且对待灭霸也要残忍很多 另外战斗地点放在了泰坦星 说明光照会也跟主宇宙钢铁侠的想法一致 为了不让地球遭受到伤害 直接在灭霸的老家决战最为合理 不过这些并不是838灭霸失败的原因 仔细看他的无线手套 中间镶嵌心灵宝石的位置是空的 说明灭霸根本没有拿到宝石 在主宇宙中 灭霸是最后从幻视的头上抠走了心灵宝石 但838宇宙也许并没有幻视 傲创机器人成为光照会的大军 说明这个宇宙的钢铁侠 成功利用心灵宝石创造了善良的傲创 那么这种等级的傲创加上光照会强大的实力 灭霸确实无法从他们手中夺走心灵宝石 当然正片中并没有出现白贯钢铁侠 这是最可惜的地方 另外再仔细看灭霸的手套 貌似大拇指上的时间宝石也是空的 显然时间宝石也是由838宇宙的奇异博士守护 灭霸根本打不过对方 所以没有拿到宝石也就说得过去了 毕竟拿到时间宝石就可以逆转结果 灭霸如果拥有它是不可能输的 综上来看 灭霸失败的原因主要就两点 第一就是它没有极其关键的宝石 少了最重要的时间宝石和心灵宝石 无法发挥无限手套的最强能力 第二点是光照会的实力太强 好几位成员也没有仁慈之心 对待灭霸十分残忍 而且他们还获取了维山帝之输 对战灭霸可谓是降维打击 所以838宇宙的阿灭 你确实太惨了